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 把豆腐倒进鸡蛋液的里面 用筷子随便搅拌几下 出锅以后就是一道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美食 这样做的豆腐吃起来又嫩又下饭 一个十足的懒人做法 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学得会 准备一块硬硬的烈豆腐放到案板上 先给它切成两毫米左右厚的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一公分左右宽的长条 最后我们把豆腐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豆腐丁 切好以后放进碗中 碗中然后我们再准备四个母鸡蛋 磕破以后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打进大碗中 加入烧丝盐增加底味 再用筷子给它搅成细腻的鸡蛋液 再把鸡蛋液慢慢的给它倒进豆腐的里面 再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 让每一个豆腐上面都能够均匀的裹到鸡蛋液 再准备两毛钱的瘦肉不需要太多 先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再给它剁成稍微碎点的肉末 剁好以后再用 然后再准备一颗娃娃菜切掉老根 全部掰散以后备用 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碎点的葱花 葱叶也给它切成稍微碎点的葱花 再准备几个小米辣 切成辣椒圈备用 适量的大蒜拍散以后 切成碎点的蒜末 一块去了皮的生姜切成碎点的蒜末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五香粉 一勺味精 再来一勺白糖 再加入半勺生抽酱油 再来点点老抽上色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然后再加入两勺清水 搅匀以后备用 锅中油热 把豆腐和鸡蛋液倒进锅中 倒进锅中以后 先不要动 小火慢慢的煎 煎至定型以后 再给它轻轻的翻一个面 我们全程小火 慢慢的煎 把豆腐给它煎至 圆面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来控油备用 锅中油热 然后下落肉末 我们把肉末煎炒一下 炒至变色 并且把肉末里面的油脂炒出来 吃起来会更好吃 把肉末炒至微微发焦 然后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再把我们切好的 葱姜蒜末倒进锅中 小火炒出红油 炒出葱姜蒜末中的香味 炒香以后 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大火煮开以后 再把豆腐和鸡蛋液倒进锅中 开小火慢慢的煮 煮个两到三分钟 让豆腐和鸡蛋能够充分的入味 再准备一口砂锅 把我们的娃娃菜 给它均匀的平铺在砂锅中 然后再把豆腐 连同汤汁一起 全部都给它倒进 砂锅的里面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辣椒 和葱花撒上来 然后开小火 慢慢的炖 一边炖一边吃 我们这样做的豆腐 吃起来特别的入味 而且就连这个汤汁 拌的米饭 都能够多吃两碗米饭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豆腐 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而且加入鸡蛋 吃起来还特别的有领养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